大家早晨 有些人問為何這把聲音沙沙地扮成黃秋生 這個時來斥魯,當然不是啦 神經病 真的剛剛睡醒這把聲音還沒開聲 馬上就已經看到了 好真,好... 立刻實實此告訴大家 今天review就是這一部 剛剛新鮮到手 Shadow Shark Italia Special 意大利國車 這部一公佈,其實我已經很喜歡 雖然Tie是綠琴琴,不太喜歡 但始終對我來說 Shadow Shark 是有一份獨特的情感 相信很多人喜歡Shadow Shark 的人 都因為喜歡整部 Formula 1 即使AR 都馬上入手 首先,看看這次是否有什麼東西 ABS 鍵的底盤 Kick 然後,其他Kick 有大徑的胎 有大徑的胎 先看看,這裡方便看些 來,ABS Re-Inforce Body 然後,AR Chassis 嗯...白色的 然後,再加上大徑的硬胎 綠色的 以我所知,綠色的 暫時只有這部車才有 再加上 Carbon Fiber 有大徑的三腳靈 黑色的 其實就是跟之前買的 送透明軟胎的那一套 是一樣的 4.2-1 的Gear 沒有用的,這個肯定會更換 好啦,馬上開車來看看 一打開就肯定了 這套硬胎 硬胎這方面,也是前摘後闊 也算是比較保守的比法 這套也是這樣 這個是Re-Inforce 我發覺不是太多人喜歡用這一套 但其實我經常都覺得這一套 是頗有潛力的 畢竟是 Carbon Re-Inforce 它整個輪胎會變形的機會 也比較低 我聽人說,這個其實是頗輕的 再加上這套硬胎 那,學方面 正式紅蕩蕩的 要是玩開Channel Shop 他都知道 它通常都是灰色的 黃色就是黃色 這套是廢話 真的 那,紅色代表著什麼呢? 紅色就是代表著 我另外的Channel Shop 不知道要放在哪裏 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拍的照片 都會知道 我是很喜歡紅色的Channel Shop 那我現在穿白色的這個底盤 繼續都是AR 嗯... 唉... 其實有時候我都頗不喜歡AR 對... 最後大家玩開一支 那,跳續的問題 再加上其他這些 都是白色的 咦,不好意思 好了 那,再看這裏 黏紙 那,重新設計 都充滿著這個 意大利風情 那,有些人問 最近有份List 公佈了出來 到時會有一個叫做 FA的這個底盤 那會是什麼呢? 那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但按照坦米亞的慣例呢 FA就可能代表著 跟著 前置的底盤 跟著 A 我想可能都會繼續是AR 那 所以就應該是 跟AR 設計比較類似的 這個FM底盤 那 喜歡說FM的人 那 接下來就有福尿了 那 那有些人問 喂,你每次插部車出來 你又不組裝 你想怎樣呢? 那所以呢 這次我是會組裝的 啊... 稍微預告一下 看看這幾天有空一點的話 我會做一段影片 就是 講砌一部 異式車的 對 已經沒有什麼人玩的異式 但是 就正如 駕駛一樣 男人的浪漫 你懂得一條鐵 什麼? 異式呢 始終 都是 怎麼都要放一部 在這裡 擺一下才是個癮的 對不對? 喂 說說 其實異式過納膠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樣就... 不好意思 這裡是我之前抹油的紙 對了 到時 異式那段影片 什麼時候出 大家密切留意 都會像之前那樣 例如 有個兩小時 沒有說話 砌完之後 再重新分析 又或者一段 就會說 我大概要用什麼材料 大家到時密切留意 謝謝 謝謝 謝謝